大家好,我是Joseph 中文名字叫楊柏勇 但是大家都叫我Joseph 那我今天很高興要來這邊跟大家介紹 找到日光公益計畫 是我們的理念 然後我們 目前的作為事情 未來我們的計畫室 但我在開始寫華天獎 一個本來是個孩子的東西 他是我們計畫主人 威斯內心的學生 他叫做日光 那 我今年初在這港間 出日光的時候 他是連ABC這些字母都不會演示 就是你跟他講A的時候 他不然就講什麼 他不會寫 三四年在學校學習英文的經驗 對日光來說其實是很挫折 那更糟糕的是 而且更讓人家惋惜的是 日光自己本身回到家裡之後 沒有人可以幫助他學習的 那以至於他非常沒有自信 玉浩在我們這個計畫剛開始的時候 他是不敢跟老師用來互動 他不敢跟老師用來互動 他不敢跟老師用來 因為他覺得自己很沒有這個資格 就跟老師用來互動 但是在經過了我們計畫幫忙 那一堆一個輔導 幾個月的課程之後 現在玉浩他不僅能夠 就是變世界字母 他真的可以開飛彈子 他最重要的轉變 我覺得玉浩最重要的轉變是 他變得很主動 他現在學習太多變了 玉浩他現在可以很大 很有自信的跟老師互動 回到老師的問題 重點是 而且他甚至願意要求自己 用更長更難的句子去回到老師 那我覺得我們計畫要幫助的就是 像玉浩這樣子的弱勢孩子 他可能回到家裡 他並沒有這樣的資源 可以來幫助他 這些孩子不像我們 我們生長的環境非常好 我們有良好多數環境 有豐富的資源 我們衣食無趣 我們父母都供應我們日常去學習 這些弱勢的孩子他們 家裡經濟狀況很長 他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家裡可能不是上課的內容 而是回家之後他們有沒有飯吃 他們可能來自單親家裡 他們家裡可能講話問題 這些因素讓這些孩子回到家裡的時候 他們面對的並不是溫暖 不是學習上的支持還能調 而是壓力來自父母 來自這個生長的經濟 他們自己對自己未來的確定 這種壓力 而在這樣經濟困窘的家人中長大 他們最缺乏的 最先被犧牲掉的 就是他們的學習資源 和教育的機會 他們這些孩子幾年會不會怎樣 我想在座各位跟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 我每天國小國中的時候 班上有些朋友 他們很認真的讀書 他們也很好學 但是在經過了 他們在上國中之後 因為家庭的因素 他們不得不選擇去載學工作 情況稍微好一點 他們可能半天去工作 晚上很辛苦的去上夜宵 也因為這樣生活型態的差異 我們就跟這些朋友講 見識見面 我常常問我自己 是他們要的什麼方式 換作是我 我會做出這樣子的選擇 也許不會 但是他們有選擇 他們並有的選擇 對這些孩子來講 是他們唯一的原因 回過回來看我們這些比較幸運的人 可以為這些弱勢孩童做什麼 我們有的是過去的學習經驗 以及考試的經驗 可以彌補他們在教育資源上的缺乏 教育對這些孩子來說 並不是唯一的解答 但是教育可以提供他們更多的選擇 以及可以讓他們更了解 自己未來想要追究的夢想是什麼 因此我們計畫是希望 能夠透過英語的教學 建立這些孩子對自己的信心 重新塑造他們對學習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們選擇以英語作為我們教學的重心 是因為英語這個科目 是受成相差的 帶來教學資源分配不均的影響 另外英語也是一個 他們在日後追逐自己夢想的時候 不然接觸知識或技能 都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另外我們希望在教學中 透過一些活動 讓孩子們彼此的合作 他們可以建立正統感 此外我們希望他們可以 我們自公可以傾聽這些孩子的想法 讓他們在這個計畫當中 有安全感 最重要的是我們這個計畫 是希望 筆電核心希望可以唱起 排班這群孩子 不是傾聽鹽水式的 像是 寒嬌或是暑假辦個營隊這樣子 因為當你 這些營隊雖然也會給這些孩子帶來溫暖 但是當你離開 抽離這個溫暖的時候 這些孩子很難挑食 另外短期的幫忙其實效益不大 那我們希望直接在計畫中的孩子 都能夠在我們計畫裡面上課 大約四年的時間 可以跟著我們志工 跟著我們從大學畢業的志工 一起從這個計畫結業 然後達到一屆大學生 帶來一屆小學生的一個理念 我們希望我們志工 可以在他們離開計畫之後 成為他們的人生導師 成為他們人生上的人生 遇到問題的時候的好朋友 可以給他們幫助 可以給他們解答 那我們目前服務的對象是 桃園中立地區低收 一到五年級的低收入部學 我們選擇桃園中立對我們服務的具體 是因為 桃園是一個介於 成語相之間的地區 那他同樣有缺乏交易資源的問題 但是卻很 不然是外界很少關注到這個需要 另外 我們如果選擇的地點是 像剛剛說的是偏向的話 我們就很在交通的網盤上面很難達到 長期一些持續性的陪伴去學孩子 這個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選擇桃園地區 這樣 那這些孩子怎麼了 他們是從 屬於我們合作的學校及 家庫中心推薦 名單給我們 我們再去聯絡他們 確認他們加入的意願 等他們進來之後 我們就透過 和初期的營隊 取得他們的信任 並且可以確認他們的程度 以作為我們日後 學期間課程的規劃 那我們今年暑假辦了第一次的營隊 當中我們除了英語 作為我們教學的主軸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孩子可以接觸到 不只是 英語 不只是學校科目的這些領域的知識 所以我們也要音樂 勞作科學 以及閱讀等等的 課程 那我們在課程開始之前 這個引起開始之前 我們也為他們做一次 他們的英語程度的評估 我們發現當中有14位學生 是處在領域的程度 可以看到領域 領域是什麼程度 領域是什麼程度 領域是跟育豪一樣 A B C 接著不動 沒有辦法練習 那這14位學生當中 有一些跟育豪一樣 是三次領域 這些學生在學習英文上面 是非常沒有自信 他們幾乎是對自己要放棄 但是在經過 我們找到日光耳熊工藝計畫 兩個月的協助之後 我們再做一次的同樣的評估 我們發現 這14位學生通通都進來 沒有一位學生是處在領域的程度 那整體而言 所有學生的程度都有提升 這代表我們的課程 對這些孩子來說是有效果的 更重要的是 因為這些孩子對我們信任 我們可以重新建立他們對自己 以及對學習的自信心 可以重新塑造他們的學習意願 讓他們知道 學習並不是這件 可以帶來挫折感的事情 學習可以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我想這對他們 日後人生在追逐夢想的時候 是一件非常正面的轉變 希望我們也收到 這些學生的明信片 上面寫著 他們對我們這領域的看法 而下面的內容顯示 他們喜歡我們這領域的內容 喜歡我們的運作方式 從這些回饋以及先前的評估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計畫對這些孩子而言 是有非常正面的幫助 那為了長期 而且持續性的幫助這些孩子 陪伴這些孩子 我們學期間也進行課程教學 是以兩個小時的英文教學 跟一個小時的科學輔導 作為行事 那我們也分基礎辦 以及進階辦 希望給他們最適合的教材和教學方式 這些服務的志工 在加入計畫之後 我們會透過每個禮拜的課程 準備會訓練他們 並且在課程結束之後 我們會立刻開檢討會 希望這些志工可以 立敗他們的想法 他們小朋友的狀況 以及教案需要改變的地方 那我們會一樣化的指標去檢查 小朋友他們當中學習的狀況 以及以此作為我們之後 可能下一個禮拜 我們教學老師 他教案有什麼調整 他的教學方式有什麼調整 我們是以粉絲專業做行銷的方式 那我們也透過明信片的網路影 賣來募集自己 目前的學期間 我們所使用的語教材 是喬登美語武器版主贊助 那這個喬登美語的贊助 以及我們自己本身 超過60位的志工 這兩個資源 在這個計畫中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那我們希望這個力量 可以持續延續下去 來幫助那些孩子 所以我們目前在台大升級 創立日光服務社 希望能借此穩定以後 我們志工人力的來源 並且可以傳承經驗 達到一屆大學生 帶領一屆小學生 成為他們人生導師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在我們志工部當中 因為有台灣不僅台北 有台灣各個大學的學生 我們希望這些學生 可以在他們自己的學校 創立日光園會 然後結合社會資源 複製這個 找到日光園房公益計畫的模式 究竟服務他們學校 附近需要的孩子 那光園會的設計 是我們長期目標 斷期而言 我們希望目前在籌備 和家營隊 是辦給新的一批 以及舊的一批 舊的孩子 那我們希望 我們目前也在 招募新的幹部 能夠一起充備一批的內容 然後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中 看見自己的責任 這是我們團隊裡面 我們看到這些 若是孩子的需要 我們就去 扛起自己的責任 然後我們也相信這個計畫 是真的能在他們生命中 帶來很正面的轉變 他們之後 有在遇到任何困難 或是徬徨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 有這些一直在他們身邊 陪伴之工 就可以主動地尋求協助 或者是 他們可以緊緊實行 那種當初被幫忙的溫暖 就可以用其繼續走下去 追隨自己的動作 然後 呀 我的結果還是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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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